今天我要來介紹這首歌 它就是我在當兵時期 最喜歡的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來自 吳清風在今年2019年發行的第一首 原創單曲 瘋妙 那為什麼會說我是在當兵時期 最喜歡的一首歌呢 是因為 它是唯一一首 我在當兵時期 為了要把這首歌唱好跟練好 還有背好 所以我特地寫在了我的筆記本 上面的一首歌 你看我把它的歌子都寫下來了 就是為了我在當兵時候可以無聊 就把它拿出來 哼哼唱唱一下 那這一本呢其實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本其實就是我的當兵的日記 那我是用英文來呈現 是因為我希望我在當兵 這三個多月四個月的過程中 不要荒廢掉我的英文 所以我都用英文來寫日記 那它已經是我寫的第二本了 第一本在這邊 它也是密密麻麻的 隨便翻譯 密密麻麻的 我已經寫完了 我覺得當兵養成寫日記的習慣其實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當兵的時候 發呆時間會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多 那在這個時候寫日記就是一件 很可以打發實踐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這首歌呢陪伴我的當兵時期 從二月底到我退伍 這首歌一開始是在 二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現在YouTube上面 上架了歌詞版的MV 那隔天呢就可以開放 各個音樂平台上面下載 那它同時呢也是電視劇 我在北京等你的主題曲 我還記得這首歌出的時候 清風還正在錄製 中國大陸有個競賽型的歌唱節目 叫歌手 很開心的是他在第十期的時候 又把這首歌唱出來 那如果是清風的粉絲的話 會知道他在他自己的Instagram上面 在每一期歌手播出的前後 他都會寫一篇歌手筆記 我也是從那篇歌手筆記 跟他後來的受訪內容裡面得知 其實原來這首歌 他也算是寫給自己的 歌詞裡面其實就是在形容 把正在追求夢想的人 努力追求夢想的人 形容成瘋尿 這些人為了嚮往 突破自己的夢想啊 即使過程中的努力 再微小再薄弱 那遇到挫折的時候 也要咬緊牙關 握緊拳頭 去努力達成跟完成自己的夢想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真的 正能量非常非常的足夠 而且也很溫暖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來聽 那也是因為這首歌 所以我查了很多有關於蜂鳥的資料 才發現原來清風裡面的歌詞啊 他其實就是在講很多有關於蜂鳥的傳說跟故事 那我查了很多的傳說跟故事 才發現蜂鳥的傳說之多 所以我如果要一一分享的話 我覺得是分享不完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打算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歌詞裡面所提到的一些傳說故事 他原本的真正故事內容長什麼樣子 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蜂鳥的英文名字叫Homming Bird Homming呢其實就是一個撞聲詞 嗡嗡的聲音 那中文你們看到蜂鳥兩個字顧名字 就是像蜜蜂一樣的鳥 蜂鳥的體型非常非常的小 它其實在歐亞非三大洲是沒有分布的 主要分布在美洲啊 南加拿大阿拉斯加還有西印度群島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台灣人基本上如果沒有去過這些地方的話 我們這輩子是看不到蜂鳥本人的 所以呢也是因為它體型很小 拍打翅膀速度夠快 導致我們如果看到蜂鳥在飛的話 其實它的兩片翅膀對我們來講就是兩片的殘影 所以也因為蜂鳥只分布在這些地區 因此這些傳說故事啊 都是由這地區尤其是印第安人所流傳下來的 那我們就跟著歌詞的腳步慢慢來看一下 歌詞裡面所提到的傳說跟故事有哪些 那歌詞一開始就有講到 傳說中人類在原早 住於黑暗的地下之遙 派出了嬌小的蜂鳥 找到通往光明的隧道 那這個傳說呢其實就是印第安人 傳說以前他們住在地底下 然後因為聖手不見五指嘛 有一天他們就碰到了一隻蜂鳥 發現一隻蜂鳥體型非常的嬌小 說不定可以去探一下他們以前到不了的路 結果就真的蜂鳥因為體型的關係呢 他就沿途這樣子鑽著縫隙 就真的找到了陽光灑的進來的一些小路 所以蜂鳥呢就引領著印第安人 從地面下來到地面上生活 那就是這一開始歌詞的故事 那再來呢歌詞裡面有提到 尋找太陽的夢自不量力說 我自己也變成太陽的念頭 蜂鳥跟太陽的傳說 我有找到兩個 那這兩個其實都還蠻可愛的 第一個呢是蜂鳥在阿茲特克的神話中啊 被稱作為為奇洛波奇特利 我沒念錯吧 那這個名字呢在他們的傳說裡面 其實是太陽神的意思 也有戰爭之神的意思 第二個傳說呢是南美的瑪雅人 他們說蜂鳥呢其實是太陽的化身 那為什麼太陽要化身成蜂鳥呢 是因為要把妹 啊這個妹是誰咧 月亮 所以太陽呢化身成蜂鳥 要來把月亮 我一直開始看到這傳說的時候想說 蜂鳥飛得到嗎?月亮耶 什麼?兩個人都在太空的 幹嘛一個要化身蜂鳥跑來地球 可是我後來又找到了一個傳說 是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族人 他們曾經派蜂鳥去天空裡面看過 希望從蜂鳥得知 在高空中有什麼東西 結果蜂鳥帶回來的情報呢是 一片的荒蕪跟空蕪 你不就也就把這兩個傳說給連在一起了嗎? 一片空蕪跟荒蕪 是不是就是外太空 很難講 但這就是傳說故事很奇妙 蜂鳥跟太陽的傳說故事 那再來呢 第二段的主歌又講到 傳說中憤怒的惡魔 曾讓這地球四處繳禍 一隻蜂鳥收集雲朵 火在雨中變成了彩虹 那這個傳說故事呢 是從前美國西南部有 蒲維布洛哈人 那他們的傳說是 從前有一隻惡魔跟太陽打賭 結果惡魔打賭輸了 他因此失去了雙眼 我看到這邊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 你怎麼不賭 你賭自己的眼睛感很厲害呢 然後他就惱羞成怒 所以就放火燒地球 那因為有一隻蜂鳥看到這個情況 他就想要把這個火事給撲滅 所以他就到處去收集雲朵 然後降下雨勢 來撲滅這場火這樣子 我還是覺得 大家賭博不要亂賭好不好 把自己器官拿去賭 是真的蠻屌的 那也有一說是 你們看蜂鳥脖子上面的顏色 其實非常非常的鮮豔跟華麗 有人說是因為這件事情 蜂鳥在收集雲朵的過程中 已經穿越了無數的彩虹 因此在他身上留下了彩虹的印記 我覺得這個故事的後面是非常美的 那到後面呢 歌詞裡面有講到 渺小卻帶來了神話 你看這世界開滿了花 那在這段歌詞中呢 我找到的故事是 有點像是 羅密歐與朱莉葉的那種感覺 是因為 從前有兩族的人 他們其中一族的男生 喜歡了另一族的女生 可是他們這兩族是 處於敵對的那種狀態 所以他們兩個人相愛 也是不被主人給允許的 可是他們為了要在一起 所以一個人化作成蜂鳥 另外一個人化作成花 那因此呢 蜂鳥要去採花蜜 他們就可以永遠的生活在一起 那也是因為他去蜜蜥花蜜的這段過程中 會沾染到花朵上面的花粉 那也因此傳播了這一些花粉 讓這個地球上開滿了無數的花 所以印第安人呢 也把蜂鳥視為最神聖的花粉傳播者 我覺得這故事也是 雖然有點淒美 但是也是一個很美麗跟很可愛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覺得蜂鳥這個鳥類啊 尤其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呢 把蜂鳥的圖畫啊 符號啊 象徵著有和平、愛、幸福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正能量非常非常的滿 然後也很溫暖 真的很適合你可能現在遭遇到一些挫折的人聽 我覺得大家也不妨可以聽聽看啊 清風帶給大家 這麼溫暖又這麼棒的歌曲 然後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如果是蘇打綠的粉絲的話呢 會知道5月30號對蘇打綠整個團員 還有林韋哲這個音樂製作人來說 都是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 因為他們當初成軍的日期就是5月30號 所以在林韋哲音樂工作室呢 就把5月30號制定為蘇打綠日 那在今年5月20號左右 我有點忘記確切的日子 20號還是21號 音樂平台上面呢 悄悄的上架了蘇打綠出道的前三張的EP 我看到的時候真的 手刀直接給他們買下去 這三張EP分別是空氣中的獅聽幻覺 飛鳥還有Believe in Music 然後我覺得這也算是第一次啦 影片我自己來做開箱好不好 他已經熱騰騰的到我手上了 我拍影片的今天剛好 我的包裹來了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很開心真的很開心 身為蘇打綠的粉絲呢 可以知道我真的沒有買到他們以前 因為他已經停產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對有買到這三張EP的粉絲來講 可能覺得不值得炫掉 反正我已經有了 但是我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 看到了沒有 Believe in Music 三張 一二三 所以這應該是空氣中的視聽語幻覺 對這邊有 然後這邊是Believe in Music 那中間就是飛魚 好爽 好爽 那我覺得我也要在這邊提醒大家 蘇打綠修團的三年的期限 基本上也快要到了 剩下半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 我覺得不只只有我期待 所有的粉絲應該都很期待他們 在明年會以什麼樣子的方式 再跟大家見面 那我希望他們是以一個最舒服 然後最開心的方式 再帶給我們更多好聽 又動人的歌曲 我們期待蘇打綠回歸 那也 好爽喔 我有買到耶 然後也 謝謝清風 帶給我們更多他自己的歌曲 這樣 那希望這首歌 今天大家會喜歡 來自吳清風 在今年2019年第一首的原創單曲 瘋鳥 我們下次見 See you!